新花两岸快乐平 大家好我是吕露 近日民进党当局提名陈局担任台监察部门负责人的风波持续发酵 国民党民意代表于28号占领立法部门 喊出监委酬拒绝背书 绿色独裁撤换陈局的口号 阻止临时会召开 民进党民意代表29号破门进入会场 与国民党民意代表爆发肢体冲突 现场一片混乱 最终民进党夺回立法部门主席台表决通过召开临时会提案 将在接下来的临时会期间表决通过监察部门人事案 喊侠之声评论指出 陈局提名案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 这主要是其任高雄市长期间弊案产生的缘故 陈局为民进党建党大佬 曾经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秘书长高雄市长 民进党代理党主席等职务 还记得2010年繁亚比风灾引发水焰高雄的当天呢 陈局不顾灾情回去补觉 引发税局风波 为了平息风波 高雄市长办公室观光局的两位负责人 竟然伪造陈局考察灾情的行程 最终因为伪造文书被判刑 如果说这件事呢 没有陈局幕后的授意 应该没有多少人会相信 近期台监察部门公布的纠正案结果显示 陈局任高雄市长期间 高雄市政府将2014年气暴灾害的捐款 挪用为与灾害救助无关的行政事业费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据党内媒体爆料 陈局在高雄任市长的12年间 其团队在监察部门的调查案有58个 纠正案有30个 弹劾案有3个 此外其团队因赌职或者是伪造文书被起诉的案件 有105个设计194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 蔡英文提名陈局任监察部门负责人 肯定会引发舆论反弹 为了顺利偷渡陈局提名案 民进党还上演了一出转移焦点的戏码 把国民党前台东县长黄建廷推出来 任监察部门负职 让其充当党舰牌 不料黄建廷顶不住舆论压力 毅然婉拒提名 让民进党的阴谋落空 为了平息争议 陈局承诺 我会辞去所有政党的职务 不过陈局是新潮流系大佬 退党难退色 这一举动对消除分歧毫无帮助 民进党的这一系列操作 并没有让党内民众幸福 据TVBS公布的民调显示 反对陈局提名案的接近四成 而时代力量公布的民调显示 反对者超过五成 然而在如此巨大的反对声浪下 民进党当局28号 还出面力挺陈局 发表四点声明 认为陈局出任监察部门负责人 当之无愧 据台湾中国时报此前报道 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总照 林美洲曾表示 一旦陈局接任监察部门负责人 所有与他相关的案子还查得下去吗 如果调查后确定弹劾纠正 陈局要不要请辞呢 相反 如果未来所有调查案都没事 那么民众会相信 监察部门是公正的独立机关吗 这无疑是在宣告 监察部门已经完全工具化 成为了保护执政党的工具 面对已经乱了逻辑的提名案 国民党团会拒绝行使同意权 海峡之声评论认为 民进党让陈局掌控监察部门 就是让其求援兼裁判 涂抹掉任高雄市长期间 牵涉的弊案 同时让其行使监察权力 为民进党籍公职人员保驾护航 对其他党籍公职人员进行清算追杀 这是民进党当局为了操控 监察权力进行的政治斗争 无疑是民进党的仇拥政治恶行 总而言之 无论陈局提名案是否通过 民进党的政治操作 都是其进行政治分赃的典型例证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也欢迎您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我是吕璐 下期再会